哈喽,大家好,我是妖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民币 9月7日,中石油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协议相关补充协议 明确支付天然气费用时使用卢布和人民币,比例为50比50 毫无疑问,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不过俄罗斯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无奈之举 首先,这是俄罗斯对西方限价令的一种回击 2日,七国集团财长达成协议,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 9月6日,美国终于公布了这个限价,44美元一桶 这个价格简直是在要俄罗斯的命 一般认为俄罗斯石油成本在30到40美元之间 现在美国的限价定为44美元,简直是贴着成本价 大家可能会疑惑,石油明明是卖方市场,为啥买方能给卖家定价呢 其实这个限价令不是给俄罗斯的,而是对石油运输和保险企业的 具体是指,如果有谁超过了限价去买俄罗斯原油的话 机器将不提供石油运输服务及保险等衍生金融服务 这对俄罗斯来说就有点麻烦了 如今的石油运输和保险业务有90%都掌握在西方人手里 卖家就算买了俄罗斯的油也找不到船运输,或者无法获得保险业务 运输公司自然也不会为了一点运费去承担血本无归的风险,这个手段美国已经在伊朗石油禁运时用过了,效果很好 不过这种限价令对海运影响比较大,对管道运输的影响就比较小了 中俄之间有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总体来说能源贸易通道是畅通的 而俄罗斯在美国限价令的第二天公布这个消息就是对限价令的回击 你所谓的限价没有用,我有规避办法 办法就是把天然气以人民币结算卖给中国,中国用不完的话也可以往外卖 这样哪怕俄罗斯吃点亏也比美国的最低限价要高很多吧,限价令也就失效了 其次这个结算令也是出于俄欧能源博弈的无奈选择 近两个月来俄乌战士除了乌克兰在赫尔松搞了个表演式大反攻之外 其他战场基本风平浪静,俄罗斯也没啥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计划在冬天来一场大战役,彻底解决顿巴斯 这个时候欧洲正式取暖计,有求于俄罗斯,俄罗斯拿着天然气大棒 没准就能逼欧洲说服乌克兰接受现实,实现停战 这种心思欧洲能看不到吗,所以这半年时间欧洲一直在为过冬吞气 目前已经完成了天然气储备量的79.4% 等欧洲吞够了气,俄罗斯的天然气大棒威力就会锐减 虽然俄罗斯以设备故障为由断了北溪一号的气 但天然气这个东西,你开采出来不输送走,是很难找地存的 俄罗斯显然没这么多的储存设备,所以只能把天然气点燃烧掉 最近分来边际的一座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站 火光熊熊,昼夜不停,都是无法运输的天然气在燃烧 这燃烧的不是气,是钱啊,俄罗斯全靠卖能源生存了 现在气运不出去,都烧掉了,还不如卖个中国呢 中国也是急需天然气,2021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3690亿立方米 而今年上半年,国内天然气产量只有1120亿立方米 国内气不够,就需要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LNG天然气 而目前俄罗斯只是中国的第六大液化天然气来源国 而气进口量不到澳大利亚的八分之一 所以只要俄罗斯的管道能把气运过来,就能部分替代澳大利亚天然气 一方愿意卖,一方愿意买,剩下的就是怎么结算的问题了 在俄罗斯被踢出Swift系统的情况下 中国付美元或欧元怎么给俄罗斯支付呢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自己的支付系统 但结算仍是以美元为主 也就天然受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所以双方一合计,干脆把支付方式改了 目前的方案是,中国支付天然气费用 一半用人民币,一半用卢布 这说明俄罗斯还是有点扭念 不愿意彻底向中国敞开怀抱 当然这个方案显然是对俄罗斯有利的 一半用人民币结算 俄罗斯可以直接拿来买中国的工业品和消费品 弥补西方企业退出俄罗斯后造成的市场空白 另一半用卢布结算 中国上哪搞那么多卢布呢 要么加大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 要么在俄罗斯投资赚卢布 要么在国际市场上兑换卢布 无论怎样对俄罗斯都是好事 甚至还能帮俄罗斯稳闭卢布币值 所以俄罗斯这次更换支付方式 虽然对中国有利好因素 但主要还是为了俄罗斯自己 那么这次人民币结算天然气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 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 对俄罗斯来说 它绑定了一个最强大的工业国 俄罗斯需要的东西 大到机床汽车 小到衣服真帽 几乎所有东西中国都能提供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保障 而且不绑定还不行 不要低估了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决心 也不要低估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的危害 虽然看起来没有个麦当劳俄罗斯能搞个这就是美味代替 但很多项目无法像麦当劳这样进行简单的替代 时间久了 这种制裁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 俄罗斯本来就薄弱的供应链可能遭到根源性破坏 像俄罗斯的汽车制造和手机行业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眼前的俄罗斯如果不想看到因制裁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 就只能向东看 与中国进行全面无上限的合作才能对冲制裁后果 这对中国能源安全是个极大的利好 天然气运输分为LNG和PNG两种形式 目前中国两种天然气进口量差不多是3比1 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进口天然气依赖海运 在中美摩擦日益激烈的当下 走海运存在不小的风险 而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大部分输送是通过管道的 在安全方面先天具有优势 使用人民币结算 必将刺激中国增加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逐渐减少对海运天然气的依赖 同样因为要用卢布支付也将刺激中俄经贸往来 特别是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商品出口 毕竟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当下 俄罗斯简直是一个近乎空白的一级人口的大市场 目前这种迹象已经显现 整个上半年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7.2% 达到了806.75亿美元 比如汽车行业 俄罗斯人均汽车保有量大概只能排到全球60名上下 市场前景非常广泛 原本俄罗斯市场都是欧洲车的天下 但现在欧洲企业退出了俄罗斯之后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迎来了春天 仅2022年4到5月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销量就增长了30% 上半年华为手机在俄罗斯的销量也翻了三倍 OPPO和Vivo的销量也上涨了近200% 同时未来一旦欧洲按照计划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俄罗斯就必须要给自己的能源找个新买家 毕竟这么大体量的原油不是谁都吃得下 看来开去也只有中国了 如果需要的话中国也可以当俄罗斯能源出口的白手套 反正中国石化能力非常强 一旦石油加工成汽油柴油甚至塑料 你还咋说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呢 这样一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能源出口国 而且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石油出口通道 俄罗斯能用卢布绑定天然气 那中国就不能用人民币绑定成品油了吗 一旦人民币有了新的锚定物 那人民币的币纸将进一步稳定 彻底遏制当前汇率下跌的时候 同时人民币进入国际大宗能源结算领域 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个大好事 美国之所以能向世界收铸币税 对外输出通胀 并利用利率工具来收割全世界 就是因为它是世界货币 各国都认这个 但这些年美国动不动的冻结 制裁放水收割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美元的危害 不得不走上了去美元化的道路 开始将人民币作为本国重要的外汇储备和结算货币 这一点在能源领域非常明显 比如伊朗已经明确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 俄罗斯也同意使用人民币来进行煤炭贸易和天然气贸易 就连最近印度找俄罗斯买煤炭用的也是人民币 中国找外国买东西付人民币 不叫人民币国际化 印度找俄罗斯买东西用人民币才叫国际化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特别是RCEP国家和中亚形成人民币交易圈 就会形成对美元的挤压 把美元从这个世界经济一半的体系内剥离 这就是撬动美元霸权的重要契机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 美元虽然衰落 但仍然是世界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是趋势 但想要彻底解决美元霸权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不管如何 如今的人民币结算天然气 已经算是迈开了第一步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请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